德国探险队在新疆发现一块铜钱,上面没有汉字,铸造国家早已淹没。 创作不易,感谢大家的支持。 在中亚地区和中国新疆地区进行探险,1902年他作为柏林民族人类学博物馆馆长格伦威德尔的助手,参与组织了前往中国新疆吐鲁藩的探险活动。 1902年的这次探险收获颇丰,得到了很多的文物藏品,1904年德皇威廉二世再次运柏林民族人类学博物馆组织前往中国新疆吐鲁藩地区进行探险。 但是这次馆长格伦威德尔恰好患病,勒柯柯便替补成为了探险队的队长。 勒柯柯的探险和发掘做得很粗暴,甚至是破坏性的。 譬如他在吐鲁藩就对博兹克里克迁佛洞内的佛教和摩尼教壁画进行了大规模的切割。 勒柯柯在哈拉河卓、博兹克里克、克兹尔等地进行了破坏性的大发掘,还搜集并运走了大批的文物。 在勒柯柯所攫取的文物中,有不少是新疆地区出土的古代钱币。 勒柯柯本人不是文物学家,也不懂中亚古代语言,但是他带回德国的东西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 1910年德国回捐语言学家,勒勒,对勒柯柯带回的钱币做了解读。 在这批钱币中,有一枚形质类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原型方孔钱,但是壁面并无汉字,而是在方孔四周环绕着几个区区弯绕的古文字。 勒勒是古回古文专家,很快断定这是回古文字。 突骑狮是突厥覆灭之后西域地区新兴起的强大游牧政权,其世纪建筑于旧堂书和新堂书等文献,一般被理解为突厥别部。 勒柯柯的发现是突骑狮政权实物的第一次被发现,大概在勒柯柯考察的同时, 法国汉学家保罗·薄熙和也在中国新疆地区发现了两枚类似的突骑狮钱币。 此后,中外学者在新疆地区的考古工作中,也有零星突骑狮钱币的发现, 世界上发现和收藏此类钱币最多的是在原苏联地区, 关于突骑狮政权和货币的研究同样也是苏联取得的成就较多。 文本无疑对突骑狮货币进行太多的考证, 当然这也并非朱岩能力所及,朱岩仅仅对突骑狮这个政权进行一些探讨, 突骑狮是在西突厥覆灭之后崛起的, 当时正是武则天统治后期, 比较有名的可汉有乌至乐、梭格等。 关于突骑狮的族源常见的说法来自于新旧唐书, 旧唐书突厥传说, 突骑狮乌至乐者西突厥之别种也, 新唐书突厥传中说, 突骑狮乌至乐西突厥别不也, 上述两种说法表面上看似一样, 但是仔细分别就会发现区别, 即别种和别步, 朱岩以为所谓别种可能是突厥民族的分支, 而别步则可能是突厥的依附部族。 唐玄宗时期的宰相张九龄曾说, 突骑狮本非贵种, 出自异性。 2011年西安西郊南村发掘了一座唐突骑狮王子墓, 墓中出土墓至一方, 志文中还说过突骑狮盖乌孙之后,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说法, 其实也就说明了即使在唐代, 当时人包括突骑狮自己人都说不清自己的族缘, 甚至现在还有一些学者认为, 突骑狮是哈萨克族的部族, 他们所建立的汉国, 是哈萨克历史上第一次建立的汉国, 不过这种说法有点时间逻辑混乱, 哈萨克族形成于15世纪, 说突骑狮是哈萨克人很明显颠倒了时间的先后历史进程, 突骑狮族源至今没有定论, 但是多数学者认为这个民族起源于墨北, 南北朝时期西迁至西域, 与突骑形成了民族共同体, 实际上突骑也并非是现代意义的单一民族, 而是来源于成分复杂的民族共同体, 突骑狮在中国和中亚政治历史舞台上, 崭露头角还是从唐朝开始, 高宗显庆二年, 657年, 唐朝平定西突厥, 赫鲁叛乱之后, 即着手在西域设立了基迷性质的都尉府, 将赫鲁所部分为六都尉府, 其中仅突骑狮部落就分到了两个的都尉府, 以突骑狮所葛莫赫部至鹿州都尉府, 至阿利师部至杰山都尉府, 即伊犁河中游, 又至昆陵孟池两都尉府之以统之, 并立安西都护府, 唐朝在西域的这些治理单位都是基迷性质, 基迷府州的都尉将军们其实都是各有目部落的酋长, 对于这些西突厥昔日附属的部族, 长安并不是真正的信任, 出于以仪质疑的考虑, 唐朝又派遣了元西突厥汉族的后裔, 姓阿史纳的突厥人去统治这些附属部族的基迷府州, 但是这些被唐朝派去西域的突厥王族, 其实多在长安长大, 或是质子或是头城, 安置贵族或是社府的家属, 他们在西域没有任何根基, 既毫无威望又无能力, 到了西域之后, 这些阿史纳家族的贵位们往往是自相残杀, 或是被诸步驱赶, 无法在西域立足, 甚或竟然反叛, 如此一来, 唐庭在西域的基迷府州地区竟成了半空白状态, 史称鲁无帝君, 这就造成了突骑师部族崛起的条件, 突骑师崛起于五州后期, 其活动区域大致从今伊犁河流域起, 南到西尔勒河流域, 北至巴尔科神湖以西的沙漠干旱草原地带, 与原西突厥活动地域基本吻合, 最初的首领是突骑师部的酋长乌之勒, 视为突骑师汉国的建立者, 乌之勒深得不足人心, 在周围诸步中也很有威信, 诸步都愿意归附, 他将归附各部整合为二十个单位, 任命为二十都位, 各自领兵七千, 总和近十五万人, 形成了强大的军事力量, 武则天为了制衡突骑师势力, 于是任命突骑师人, 旧日宗主西突厥王族后裔, 他使纳胡瑟罗为左屯卫将军, 平西军大总管, 出镇岁夜, 但是当胡瑟罗领兵来到西域的时候, 看到乌之勒的势力, 竟不敢前进, 退回了长安, 乌之勒于是攻占了大唐在西域四镇之一的岁业, 设为自己的牙障, 此外, 乌之勒还以自己的长子, 多格所住的龚越城, 经新疆伊犁为小牙, 一个突骑师汉国出具规模, 深知不可触怒天朝的乌之勒, 还在胜利二年699年, 把自己的另一个儿子, 遮努送到了长安做质子, 以表示自己绝无与唐朝作对的心计, 对于乌之勒的软硬两手, 五州朝廷无可奈何, 只能厚以为辅, 神龙二年706年, 唐忠宗封乌之勒怀德郡王, 受封郡王的当年, 乌之勒就病死了, 其子缩葛西风, 在突骑师崛起的同一时代, 突厥阿什纳家族那些不甘心韩国父王的后人们, 也在酝酿着复兴霸业, 早在高宗永存元年682年, 突厥土伦辍谷, 夺禄, 纠中七百反抗唐朝, 占领黑沙城, 经内蒙古霍尔浩特七北, 占领墨北的乌德建山, 建北崖又建南崖于黑沙城, 重建突厥政权, 字号杰迭利施可汗, 即后突厥汉国, 后突厥汉国与唐朝几番合战, 到了天寿二年691年, 莫绰可汗成为了其首领, 迎来了真正意义的复兴, 至胜利元年689年, 莫绰可汗重建了东道渤海湾, 即到天山的突厥帝国, 复兴之后的突厥汉国, 与突厥师汉国发生了冲突, 唐瑞宗景云二年711年, 后突厥汉国大破突厥师, 突厥师可汗缩葛战败而死, 突厥师汉国遂告云灭, 到了唐玄宗开元4年716年, 后突厥的莫绰可汗, 为把野古部落杀死, 经过一番汉位的戒列争夺, 古夺路的儿子莫经年继位, 成为辟家可汗, 辟家可汗对唐朝处于公顺态度, 对于西域诸部落也不积极进取,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 西部突厥师又重新崛起, 这次突厥师部族复兴的首领名叫苏璐, 他并不是真正的突厥师人, 而是原先依附突厥师的车鼻师部落的首领, 后突厥的莫气可汗死后, 苏璐就自封为可汗, 但他并不知道自己的部落车鼻师, 而仍称突厥师可汗, 已视自己是乌志勒王爷的继承者, 苏璐可汗在西域各方势力中间纵横, 巧妙周旋, 与后突厥土藩两国联姻, 娶两国公主为妻, 开元五年,七百一十五年, 苏璐可汗主动来到长安, 向唐廷表忠, 怀柔远人是天朝极其愿意的事情, 玄宗拜苏璐为左羽林大将军, 顺国公命他为金方道, 金略大使, 靖号中顺可汗, 金方及西方, 这是正式承认了苏璐对元西突厥所属各部的统治权, 对于唐朝而言, 一个比较公正的西域势力总不是坏事, 为了笼络苏璐开元十年, 唐廷又把突厥贵族阿史纳怀道的女儿, 特封为娇和公主, 嫁与苏璐, 如此一来苏璐就与后突厥唐朝土藩三国结成了殷亲关系, 苏璐建立的突骑师韩国不仅成为与土藩东突厥势力的平衡力量, 而且成为遏制正在东晋的大使, 也是阿拉伯帝国后马亚王朝的屏障, 开元七年七百一十九年, 河中土火罗诸国因大使侵扰纷纷上表求救, 而真正承担抵御大使进攻的力量, 就是突骑师汉国, 突骑师不仅防守西域, 而且在大使已经侵占了若干绿洲国的河中地区, 也收复了一些城市, 使大使遭受了很大的打击。